2024年是中国和匈牙利建交75周年 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 当前中匈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人文交流是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博物馆展览是拉近遥远文化间距离的直观方式 活起来走出去的馆藏文物如何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驻华代表跨境展览策展人贝斯文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文专访做出解读 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展览 我们国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位收藏家 他收藏了全球各地的这个钞票 这个钞票上面都有一些中国的元素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钱币呢 是因为各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一带一路 或者是更早的一些合作 这个合作的成果 这个对方国家会印在这个流通的这个钞票上面 这样的展览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外交意义 因为它是非常能讲解中国跟各国的之间的这个友谊关系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展览是一个很能代表文化的这个 对国际友谊这个和平和谐发展的一个作用 贝斯文表示博物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载体 博物馆通过展示历史文物 考古发现等内容 能促进参观者对一个文明体历史文化的理解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兄弟举办过中国的兵卖用展览 来自陕西 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小 但是这个展览我还是记得 在兄弟影响力非常大 因为我们国家很多人都去看过 所以它是能说明匈牙利人对中国文物 中国历史文化非常深刻的一个兴趣 从2017年开始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在中国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文化展览 是我们匈牙利与西西共主这样的一个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展览 在国内去过四个地方 引进了这个展览以后 有非常多中国的观众去参观这个展览 也是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就是虽然我们兄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但是中国人还是很感兴趣 很愿意去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贝斯文认为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文化交流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通过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相互理解 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拥有更良性的关系 我们去年跟上海博物馆合作 把中国的一个汉代文物展览 带到匈牙利 这个展览开幕以后 每天都很多人很多人都去了 第一天我们是一个博物馆职业的一个活动 有将近一万个人去参观这个展览 可能对中国来说 这个数字在大的博物馆里面也不算很多 但是在我们匈牙利全国一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 而且后面我去看展览的这个状态怎么样 我每次去里面很多人都在参观 而且有非常专业的江建源 在给我们匈牙利本地人讲 中国的历史非常专业的故事 这个人都在那里很震撼地听着 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听 能听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这些特点 因为对我们欧洲人来说 中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 也是会觉得比较陌生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人 学习中国历史文化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我来中国这么多年 我越看越喜欢 我认为博物馆在两国友谊关系里面 有非常大的角色 我们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文化 我们对这个国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 也会导致就是两国之间 有更好的这个友谊关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